结婚三年第一次见自己的老 竟然是在生意场 算了 只要能帮陆氏拿到合作案 就能拿到妈妈的 到时候 我跟陆佳 就在无关 陆总 你好 我是 想要 孤总 我是来跟你搭车做的 我这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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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人输购我的办法 他每身都是什么 这就想走 哎 啊 顾 顾总 我 你是谁 为了上我的床 不信 下药 顾总 我做了事 喂 顾总 昨天晚上 昨天的礼物 还满意吗 顾总好大的手笔 三年前卖了女儿 三年后又送了女人到我床上 你还真是个合格的老丈人 顾总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七十一五 陆正伯 我明确的告诉你 我这次回国就是跟陆岩离婚的 至于合作的事 想都别想 太后离婚了 还不走 等着我付钱 彼此 还想跟我玩旅行故事 正伯 要是跟小倩提子 赚不到工程前 赌图上路式的资金缺口 我们可怎么办 不信 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这一次的合作 非我们莫属 有话来了 哎呀 这回呀 我们公司 晚了 我 什么 什么 故事 要封杀我们 为什么呀 喂 喂 没有用的东西 你还有脸回来 都爬上顾成前的床了 还拿不到合作案 是你给顾成前顺子下药 你还配做一个 要怪也是怪你自己没本事 结婚三年了 连自己男人的面都见不到 和你死妈一样 连自己的男人都留不住 还白白 也得睡了一觉 那你有什么资格提我妈 要不是我妈去世的早 那能不能到你一个小三 在这里坐享其成 你 张国 你可看看你的好女儿 我已经答应了你们去见了顾成前 现在你们也要履行你们的承诺 把我妈的玉佩还给我 我已经找专家见领过了 那可是一块价值连城的好月 现在正是咱们陆市资金景区的时候 可千万不能白白便宜了那个贱人 你还想要回玉佩 刚刚得到消息 故事要封杀我了 你妈妈留下的那些东西你这辈子 别想再拿到 你 我是 要不这样 我呢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去求顾成前 放过我们陆市 不可能的 顾成前本来就不是真心实意跟我结婚 你用身体给他下药 他对我的印象更差了 他不会和我合作的 那可就怪不着我了 你要是搞不定顾成前 我就把你妈妈留下的那块玉佩 还有那什么服装设计工作室 一起卖掉 什么都得不到 一辈子妈妈留给我最好的东西 我一定要拿回来 这个呀 是你姥姥留给妈妈的传家宝 以后就把它留给你了 肚子好疼 怎么回事 去顾成前该不会是有什么病吧 我得先去 哥 我男朋友生病了 我去探望一下 你就帮我顶一下班呗 这个点也不会有病人来的 也许 这里是妇科 你让我顶吧 哥 你在接任故事之前 可是最年轻权威的全科医生了 全球多少人排队来找你看病呢 这妇科对你来说根本就不在话下 哥我求求你了 要是你老婆生病 你也会很担心的对不对 真是疯了 我竟然会想到那个女人 这就对了嘛 我走了 谢谢哥 芸汐 医生 是你 啊 我 我没认识 不认识 哪里不舒服 我 我小腹一直刺痛 而且 那个地方还一直有血 我觉得可能是下体肆 可能是下体肆 怎么造成的 就 就男女那种事嘛 这 这几天才出现的 因为一夜前到这下体肆虑 这把这就太丢人了 啊 这 其实是因为我老公 我们太久没见了 一时间没有知道 有老公 啊 有老公还跟我生日 真放他 一日三次 用药期间禁止痛罚 你可以走了 这医生好像对我很大敌 好熟悉的眼睛 先过程前 不可能 过程前怎么会在这儿 谢谢医生 最近少接客 我 我 你别忘了 你只有三天的事 如果还拿不到故事的合同 我 知道了知道了 放心吧 就算拼了命 我也会拿下不上钱的 果然是个半斤 哎 不熟 你给我坐手 抓住他 秦月 你到底想干什么 干什么 我告诉你 陆家 已经取消了这个工作室的所有资源 你再拿不下故事合同 这个特工作室 休想再看你 这是我妈留下的工作室 你妈凭什么 你妈 你妈 早死透了 告诉你 现在陆家 可是你爸当家 你看我敢不敢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弄成这样呢 珍妮 怎么办呀 这只是妈妈的心血 我不会让任何人破坏的 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的 沈少 是我 珍妮 谢谢 我喝多了 你拿接我一下呗 您好 您播票的用户 许出喝酒吧 是 沈少 您放心 这次婚服我一定会好好设计 让沈少夫人满意的 这次婚服不是我订的啊 是 能 真正的大老板来了 金妮 你出去接一下 需要排五个吧 好 好 你好 我是 出钱 怎么又是他 怎么又是你 哎 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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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跟他合作吗 我的身份还是三十个命 你能结尾生枝 我是 杰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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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里 郭总 听说苏和聚集了港城所有的高级外围 这些人 简直是天上人间 当然是来 工作呀 夏美 你身体还没好就出来工作 真够敬业的 看不出来他还挺细心 这么快就注意到我牛角了 一点小伤啊 爷 我算什么 不想想工作的 你老公同意你做这件事 他 他不知道 要是你知道我是你老婆 肯定会被吓死吧 所以你背着你老公做这种事 凭自己的本事赚钱有什么好丢人的 他就算知道也会支持我的 真是要大开眼界 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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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您说 我在圈子里顾客买度很高的 而且我的技术一直是Top1 您要不就尝试一下 怎么可能是第一次 郭总 郭总 我从大学开始就干这行了 您放心啊 我工作经验多着呢 不是我跟您吹 我闭着眼就能猜出男人的尺寸 衣服裁剪这块 可从来没出过错 而且 不管男生 女生也可以 男生不够 连女生都不够 郭总 你有所不知 这方面啊 女生比男生大方的多 哦哦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不是说您的意思 我 果然是个靠出卖身体的外围女 滚 哥年轻啊 爸什么疯了 哎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我刚才看见他进来了呀 抱歉啊 沈少 郭总好像生气了 嗨 没事 我哥就那个臭脾气 我打个电话问问啊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不好意思啊 其实我哥他平时不这样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 这婚宴礼服可是他自己定的 有结果他 没关系 既然顾总不喜欢 那也没办法 反正是给他轻微竹马 一个盛大的婚女 我上海就做事 沈少 既然顾总不过来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今晚谢谢沈少 我见你 行 那我们改天再约 沈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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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烫 应该是伤口发炎导致的发烧 把衣服脱下来 脱衣服 不脱衣服怎么检查身体 我 不是你难道是我呀 我 我跟他 我发现你们小蓝口啊 真挺有意思 你们夫妻之前有什么好尴尬的 赶紧的 好 不脱 顾总 你别误会了 我只是 我只是 你以后能不能少鸡蛋喝 能不能为你自己的身体着想 顾总 你身价尚艺 当然不懂我们平头百姓的痛苦了 只要钱到位 顾客的什么要求我们都可以满足 你好自为之 神经病 妈 阿浅 你在哪儿啊 赶紧到中心医院来 您怎么去医院了 还能做什么 我来找陆渊 你赶紧过来 带他去离婚 陆渊你在医院 我会看着他 不行 你知不知道他 算了 总之 你们今天必须离婚 你快点过来 回医院 好 妈 你怎么来了 好 你个陆渊 竟然敢背着我儿子 跟别的男人鬼混 妈 我没有 你听我点个人 贱人 当年要不是老爷子的遗嘱 非要让我儿子娶你 你已给女人的身份 你嫁进我后家 你才吃了我们三年的红利 你还敢背叛我儿子 真是个下贱的玩意 妈 我没有背叛孤城前 你 没敢狡辩 好 明天你必须跟我儿子离婚 妈 你放开我 我会跟孤城前离婚的 能不能晚两天 陆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收起你的手段 我儿子 是不会喜欢你的 和库家 不要你一个贱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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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哎 您这是怎么了 少跟我套近乎 我可能你就轻轻 哎 夫人忘了什么了 你这么大火气 看看你女儿做的好事 下次见 见人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我没有跟别的男人 那天晚上是不成天 好你个陆渊 我儿子从来没有跟你见过面 怎么可能跟你发生关系 你还在说谎是吧 跟我走 走 放开 走 放开 走 放开 走 大家都来看看 这个贱人 配着我儿子 跟外面的野男人鬼混 化妆我们的家长 一身病还是不肯离婚 大家都来看看 没有 我没有 陆渊 你要是还是不肯离婚 我就让你身败名裂 我看你以后 还怎么抬得起头来 你家伙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在外面出完鬼了 还回得挣家产 真是不要脸呢 就是 现在这小姑娘啊 是越来越没有道德利线了 就这种赔钱货呀 比不下单的母鸡还造人恨呀 我就是被坏女人拆散的家庭 这种女人她就该死 该死 就该死 你 赶紧向你婆婆跪下 道歉 说你错了 爸 你贵 陆渊 赶紧你跪下道歉 你贵 你不到这也可以 现在就叫媒体过来 让全天下都看看你这副剑药 你现在就贵 赶紧你跟我说 就再给我看看 不议谢 South ca 顾小姐 这倒是陆玉岩的错 教练的是得 这都是我哥造成的 distributor 顾允熙怎么叫珍妮嫂子 难道她 顾董 公司的事 求婚姐姐 小夕 你干什么呢 妈 怎么说陆渊也是我哥的妻子 你这么闹下去传出去 还不是丢我哥的脸 我 嫂子 你没事吧 没事 哎呀 顾小姐 这倒是陆渊的错 教训她是呆的 您不用欣赏她 你有证据吗 你说错了就错了 第一案的检查单 应该合错吧 这都是我哥造成的 你说什么 你确定我要当着这么多人面说 回病房 回病房 小夕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哥他们真的在一起了 是 我嫂子身上的伤都是我哥弄的 这怎么可能 你哥明明又跟他离婚的 怎么可能跟他上床 是 你真的是他工业你哥的 我现在就给你哥打电话 让他过来跟他离婚 妈 你有完没完了 你知不知道我哥和他关系 我同意离婚 顾夫人 我同意跟顾丞强离婚 但是你能不能宽限我几天 你少跟我说话着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把你那些想法都给我收起来 我会跟顾丞强离婚 而且我会精神疏忽 但是我需要几天时间 我答应精神疏忽 什么都接不到我 别急 几天 一周 三天 顾夫人 我只需要一周 不管我的事情成不成功 我都会跟他离婚的 那差不多得了 行行行 一周就一周 不过 你得给我写要保证书 妈 你太过分了 你 好 我写 顾与熙 你怎么在这 嫂子真没人 我留下来照看一下 什么嫂子 我跟她就睡过一觉 好友而已 不要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叫嫂子 这个女人 真以为跟我睡了一觉就成了我太太 还敢到处宣扬自己是总裁夫人 可是陆渊本来就是我嫂子 难道是因为大哥跟嫂子要离婚了 所以不让叫的 哥 你不会跟他 行了 时候不早了 先回去吧 哦 嫂子 你要出院啊 身体没什么大碍了 一会就能出院了 那个 那个嫂子 昨天我妈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别放在心上啊 她就是太关心我哥了 没事 我理解 芸汐 昨天 谢谢你啊 我也快下班了 你去哪儿 我去送你 啊 不用了 我 收拾收拾 去趟故事 找我哥 嗯 找我哥 难道是去公司上班 什么 你说总裁夫人 要来公司上班 你得给我安排好啊 千万别搞砸了 哎 是是是 你放心 我们呢 一定会照顾好总裁夫人的 哎 好 陈总监 您在等什么 这面试已经开始了 要不您先进去 你懂什么 这可是大小姐特意吩咐的 老板娘又来公司实习 我可不得在这儿 候着点 老板娘来公司实习 还特意选择了今天 难道 有参加面试 看来啊 这是真的 幸好这大小姐提前告诉我 要不然今天 我可就出大错 你好 您就是我们老板娘吧 难道我跟顾生强的关系 所有人都知道了 啊 是 我是 顾总在吗 顾总 在 他呀 在开会呢 你这样 您可以先填这份表格 一会儿就能见到我们顾总了 我是来找顾生前的 还得填表格呀 你放心吧 我呀这都安排好了 咱们这就是走个形式 填了表格 一会儿就能见到我们顾总了 只要填了表格 就能见到顾总 当然了 只要你面试通过了 马上就能见到我们顾总 行 那 嗯 哎 那个 你们都是来见顾总的 这里的所有人都是来见顾总的 不过你就算了 没胸没屁股 别痴心妄想顾总会看上你 看不上啊 那天晚上还要了这么多次 哎 哎 郭总 总裁夫人来了 也在面试衣服 杰妮 又是他 你给我过来 怎么哪儿都能见到 杰妮 你在分踪我 顾总 你未免把人想的也太坏了吧 我就不能是来这有事吗 你来这做什么 当然是来见你啊 谢我 顾总 总裁夫人来了 也在面试衣服 这个女人 真以为跟我睡了一觉就成了我太太 还敢到处宣扬自己是总裁夫人 杰妮 你胆子外面也太大 竟然敢冒充总裁夫人 你就这么想成为我的女人 不是 是他们说只有天亮表才能见到你 所以我 你不就是想成为总裁夫人 好 我承识你 从今天开始 他 就是我的天生秘书 天 天生秘书 怎么样 你满意了吧 我 说的不错 留在顾政前身边 可以更好地拿到合作 好 我一定不辅河你的期望 我会说的 拭目以待 工作室是妈妈最后的心血 如果拿不到跟故事的合作 录制我肯定会对工作室出手 我 顾总 您要的咖啡 太甜了 好的 顾总 我马上去换一杯 顾总 这次这杯不加奶不加糖 你再尝尝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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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烫死我吗 顾总 你 不省心 为了合作 不能省心 好的顾总 那我再去换一杯 连个咖啡都泡不好 你哪里有资格做我助理 顾总 其实我来故事并不是来应聘秘书 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 顾总 干什么 哎 不好意思 我那个我给你擦擦吧 实在是抱歉啊 顾总 我那个我给你擦擦吧 实在是抱歉啊 顾总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想 被我这么欺负还舍不得离开我 看来你是真的很缺合作的 我不比顾总身价上亿 不谈合作往哪来的钱呀 缺钱不丢人 靠出卖自己赚钱才是可耻的 顾总 你好像对我赚钱的方式有什么误会 我 我不觉得有什么可耻的 你费尽心思的来公司接近我 不就是为了赚我的钱 顾总 我进故事确实想跟您谈合作 但我对您没有半点非分之想 你先放开我 欲擒顾总的把戏 玩一次就够了 顾总 有个事啊 顾总 那个 有个合作 下午三点和王总见面 您看 你怎么办 我知道了 我让真正表情 啊好 啊我 我那个 哎 顾总 你等等啊 你等等 呦 顾总 久闻大名 王总客气 顾总 您真是港城的风云人物啊 能见到您 我三生有幸啊 王总我讲了 马场不错 自己弄着玩的 让顾总见笑 来 快请坐 哎 珍 珍妮 不愧是北城最有名的设计师珍妮啊 这套婚纱太美了 王总 您还记得我 没想到啊 既然能再 我是跟着顾总过来的 你没认识 王总是我之前的老客户 这次 真是不见了 这半年纪的男人都敢接 珍妮的服务啊 那真是没得说 上次服务过之后啊 我非常满意 我还给她介绍了不少老客户呢 她说的都是真的 对啊 之前沈少还把我介绍给你呢 结果顾总不满意 没办法 我也得吃饭啊 所以就接了其他人的单 珍妮的技术啊 那真是没话说 上次和我太太之后 三个人相处的非常愉快 还说我需要的话 来继续找她 真是男女不见 三个人一起 真会玩 顾总这是 神经病了他 设计衣服分什么男女啊 别理他更年期发作了 杰妮啊 依然来了 那我就带你溜着两圈 好 那就有劳王总了 珍妮小姐啊 在顾总身边这么久 有没有顾总结婚的消息啊 好像听说过这么回事啊 似乎没人见过顾总太太 这个顾总太太还是挺神秘的呀 我也很好奇顾总太太的样子 是吧 我也挺好奇的 肯定没有真妮小姐好看 如果真妮小姐啊 是我的老婆 我肯定每天带出去炫耀 来 骑马吧 啊 不 哎 王总 你这是 你这不是第一次骑马 我把你摔着 王总 要不我还是不骑了吧 那也行 你上次啊 给我和我太太设计那套棍纱 我很买 我这次啊 要给你介绍更多的特殊 不知道真妮小姐 少了不少路 嗯 行 那您稍等我一下 我去拿电脑 哎 真妮小姐 出了这么多汗 要不我先去洗个澡 啊 那也行 王总 你怎么进来的 你不是答应接我朋友的单子了吗 要不先给我做一套 啊 行啊 那您要不先出去等一会儿 我去换身衣服 哎 换什么衣服 我就是想量量尺寸 你可别把我小歪了 啊 怎么会呢 我知道王总是很正直的人 那我先去包里拿一下尺子 哎 拿什么尺子呀 你用手摸一下不就知道我尺寸了 王总 要不改天吧 改天我再跟你好好聊 一天我都等不了 我 王总 别过来 臭妙子 刚才你跟郭总不还挺殷勤的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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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救命 有枪 救命 要不要去找他 万一他不帮王总 来人 给我抓住那个贱人 你这是什么造型 又想出来的新赵舍 吸引我的注意力 顾总 不是 是王总他想强奸我 然后我反抗地说我拿剪刀刺伤了他 玩游戏 你玩得这么大 真是让我小瞧你 什么情绪啊 顾总我不明白 真的是王总 既然你的客户是王总 那你好好陪他玩吧 脏 好你个贱人 我终于找到你 给我抓住他 老公 这死女人又在搞什么 你装老板娘上瘾了是吧 我都求你帮忙 你凭什么会认为 我会帮一个穿着睡袍的女人 顾总 好歹我也是你的电视秘书 王总想碰你的电视秘书 你传出去也丢人 是不是 你自己在外面鬼混 现在想起是我秘书了 哎呀不是的顾总 我真没想到王总是那样的人 就被脱了 那你先放开我再说 顾总 他刚才叫你老公 难道他是顾夫人 嗯 可他不是您秘书吗 王总 你连夫妻间的情绪都不对 顾总 失我多罪了 对不起 那还不 杰尼 你胆子不小啊 有夫之妇都敢接 顾总 这话什么意思 正请工作不做 跑来干这一行 真不知道你脑子里 长的什么东西 顾总 我是想好好工作 可是 你也不给我机会啊 我 顾总 我其实一直都想跟你说 那天晚上就是个误会 我是来找你谈合作的 合作 对啊 我一直来找您 都是谈合作的 至于秘书 是公司的人事 阴差阳错 给弄错了 我知道您不信 没关系 我还带着合同呢 我拿给您看啊 哥 我听说你也 滚 你咋个 回去冲个澡 合作的事情 说来再说 我去 我哥原来想跟陆渊离婚 是因为有了其他的女 姑妈 我亲眼看到了 是个女人 就躺在我哥床上 你看清楚脸了吗 是不是陆渊呢 脸 人倒是没看清 那不过肯定不是我嫂子呀 要不然也不能那么着急把我赶出来 就像生怕我看见她的脸一样 难道阿浅 有了心事人 哎 能让我哥喜欢 看来这次 是真爱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那个人 是冷面炎吗 要不是真喜欢 能睡在一起吗 不管是谁 只要是 能让他跟陆渊那个女人离婚 就够了 儿子 妈听说 你昨晚跟一个女人在酒店鬼 妈 这事不用你管 臭小子 妈要不是来棒打鸳鸯的 只要你喜欢 妈是不会阻止的 但是在那之前 你得跟陆渊解除婚姻关系才行 要不然被陆渊知道了 指定拿这事怎么来要勤呢 妈 昨晚的事是个误会 不过 我会和陆渊离婚的 你放心 当年 要不是老爷子非逼着你娶陆渊的丫头 你也不会为了躲她去了美国呀 妈 我去美国是为了工作 和陆渊有什么关系 好好好 不管是为了什么 总之 你得尽快跟陆渊解除婚姻关系才行 喂 习三 你通知陆渊 明天上午在民众局和她办离婚 她要是再拖延 别怪我不客气 破坏 我愤诞也 我愤诞也 你愤诞也 你和顾总谈好合作没有 七号地的开发已经迫在眉睫了 我们已经等不及了 我知道了 正在努力 陆渊我警告你 不要耍什么活样 不然 会出现什么后果你是 女女一个人 搁几个陪你玩会 滚开 什么态度 知不知道老大是谁 本小姐今天心情不好 我们赶快哪来快哪带去 哎 火气别这么大呀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两请你喝杯酒 喝酒 喝完了你们可以走了吧 哦 我这是怎么了 酒量怎么变得这么差 明女 需不需要帮忙啊 是你 那酒你下药了 是啊 我是下药 那个 你不用害怕 那个药啊 只会让你和我 女仙女 混蛋 你都放开放开我 你喊吗 你喊的越大声我越兴奋 哈哈哈哈 臭飘子 这个酒不是吃蛮酒 走 哎 放开我 你别敢碰我 你知不知道我老公是谁 那老公这个天王老子 老子今天也有办了 你放开我 啊 不好意思啊哥 我去 我去 真你居然是嫂子 哥 不好了 嫂子出事了 嫂子 对啊 就是嫂子就在走廊呢 你敢不敢去看看 陆渊跟我有什么关系 什么陆渊啊 是真你 他不是你新婚吗 什么 你爸你怎么在这 谁知道你怎么过来找我了 谁知道不如我们这边一起玩 哎你才为美女 我 你老公就是天王老子 老子你们犯了 放开我 我老公是顾水几款总裁顾成田 你要是敢碰我 他不会饶了你们的 我走 我他妈还是顾总他爹呢 放了 顾总 他就是你老公顾成钱 草 说草草草草草草 算了也不是第一次向他求救了 他就是我老公 老公救我 老大 你不是算了吧 他可是守护国家的掌权这个 滚蛋 对你的随便拉个拿的just 是顾成钱 你也信 给我杀 别过来 放开我 你别过来 你就过来我这都会弄死他了 那你弄他 你说什么 你以为我顾成潜 会在乎这么一个人 顾成潜 你想害死我呀 还不做鬼都会放了呢 我告诉你 我感觉 滚 滚 滚 我马上送你去 别乱走 老公 你别走 老公 看清楚 我不是你老公 你就是我老公 姐你 你这是在玩火 姐你 我看你轻松 你不许多 千年 别乱动 否则后果自负 不要 开死 怎么这么会 到底高引过多少男人 还好来得及时 一会儿洗个胃就可以了 但是 哥 反正你也不是外人 你不行做个药引子 陪嫂子一晚得了 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她不是你嫂子 好好好 你说不是就不是 真搞不懂这夫妻俩 装不熟 这都是什么情趣嘛 婚婚 离婚的事情 通知如何没有 已经通知了 不过 夫人到现在还没回消息 继续给她打电话 好 真腻得 消化壳那边准备好了 可以给更人洗胃了 好 马上过去 顾总 黑日间 继续打 不管洛言有什么把势 这个回必须理 好 哎 头怎么这么疼 我 我怎么在医院啊 昨天晚上 啊 昨天晚上 我 我 我和 顾成千 啊 啊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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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都没发生 有时候 知道了 现在就去 顾总 已经十点半了 再给她打个电话 好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陆总 陆小姐关机了 果然如此 哎 这陆家可真是的 哎呀 就算是西斜 也在您这儿捞了快三个亿了 怎么还把这不放啊 通知下去 以后顾家不会给陆家任何一个合作 好 怎么关机了 明明是自己要离婚的 这怎么不来 这 站住 我问你 合作呢 就知道他不中用 早知道当年 这样消消下过去 那你为什么 不好好巴结巴结故作 现在我们路市 已经拿不到 故事的任何一单生命 你这什么态度 上次给你制造 那么好的机会 你不知道珍惜 还白白让人给睡 你还用脸回家呢 这别墅是我妈的 我回不回来 怎么管得着吗 你个死丫头 你怎么告诉我说话呢 我是你长辈 好了 当务之急是跟故事的合作 不然 我最后再给你三天的时间 如果你干不了 我拿不到 什么 顾长钱 要跟我离婚 你说什么 他这次回国 就是为了来跟我离婚的 所以不管我再怎么努力 我都做不到呀 废物 早知你这么没有用 当初就不应该用你 不应该用 不是你们把我卖了 换了个三个历的彩礼吗 我养了你二十几年 我要点彩礼不分吗 当初要不是我家庭配 你们以为你们能有金铁 想购义二十几年 没本 你 你落下去 不行 你这婚不能离 看来啊 我要跟孤岳夫人 扎钱 你站住 婚离了吗 快了 怎么 奶奶快回来了 自从爷爷去世后 奶奶就去了五台山吃瞻念佛 怎么突然回来了 还不是 你跟陆渊的死丫头离婚的事 奶奶怎么知道的 可能是因为陆家不想离婚 好到我分头告状去了 陆家想通过奶奶来给我施压 一小天看 晚上回家吃饭 奶奶 我最近 嗯 好 陆渊 奶奶 我还没见到 就 他也要回去吃饭 也好 趁着这次机会 说不定拜拜 小心点 没事 不好意思 顾总 我那个 我先出去 改来的总会来 陆渊 你可以的 顾总 你 你干嘛 谁 哎 少爷的车在这里 人呢 少爷可能进去了 回去吧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我去哪儿 还得跟你汇报吗 陈妮 你 你别以为你跟我睡了一觉 你就可以借此机会爬上枝头变凤凰 要不是因为那个药 像你这种女人 我碰都不会碰 顾承天 你放开我 我劝你离顾佳远一点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 拿着钱滚蛋 别让我再看到你 顾总 我对你根本就没有意思 我今天来是一个 杰尼 别再调善我的内心 顾承天 是你让我走的 你独走在心里 我的世界里 你会不会在那里 等待着黎明 忘掉所有风景 顾总 顾少夫人怀孕了 怀孕 怀孕 多久了 四周了 四周 刚好是那天晚上 顾 顾总 你醒了 昨晚 是你送回来的医院吗 多谢顾总 昨晚 我 你怀孕了 我 我 怀孕 陆院 母凭子贵 你计划得挺周全的 所以 她以为是我故意怀孕的 顾总 我给你解释过很多次了 那天晚上只是个意外 而且我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你的 孩子不是我的 当然了 我 我是有老公的 这个孩子 是我老公的 你怀孕四周 除了那晚和我发生关系 你还跟别的男人睡过 我 你都已经准备离婚了 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当然 我跟我老公 有些人 不怕爸爸 你这女人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有老公还出来接客 真是不知廉耻 妈妈 你怎么在这个时候呢 爸爸跟妈妈 算了 就算爸爸和妈妈没在一起 妈妈也会拼尽全力保护你 我 陈公子熟事了 你们知道吗 是吗 怎么了 进去了 比那更恶心 听说啊 是让一个一夜情的女人 补格上了 那女的怀孕了 一直没告诉陈公子 这不 现在孩子生了 那女的抱着孩子回来 找陈老爷子 要家产呢 我去 那陈公子不是行场浪死吗 那还能翻车呢 这常在喝边走 哪有不吃血呀 现在的女人呢 嘴上说着爱你 实际上全是算计 嘴上说着不爱 那更是坑你没跑 哈哈哈哈 哥 顾总 珍妮就住在这 哎呀我说大小姐呀 别吃了 你不为你自己着想 你也为你肚子里 这个着想 哎呀气死我了 哎呀你喊什么 搞得你好像婚外情怀孕似的 你们俩这不是正义八景 趁着上岗吗 你就是这样才生气 你知不知道 顾春天的狗男人 他现在要跟我离婚 啊离婚 不是 你们俩不是前两天 刚干天烈活整个孩子吗 怎么现在就离婚呢 合着你们俩是 从不和谐 哎呀 嗯 他不知道我是陆渊 哎 大小姐 合着你俩这是玩 cosplay 呢 哎不是 我本来是准备 谁呀 送不晚了 我去看看 谁呀 不对啊 我记着珍妮是说在什么呀 不好意思 我们造错了 松松你喊什么呀 嗯 嗯 好巧啊 顾总 好巧呀 这位 就是支持你工作的老公 啊 啊 对对对 忘了介绍了 这位是我的老公 苏准 老公 这个是我老板 顾澄前 我老公 不是你死着给我好好配合 啊 顾总是吧 啊你好我是她的老公 啊你好我是她的老公 苏准 真女你的眼光也不过如此 顾总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老婆怀孕了 你知道吗 知道 你的 应该是吧 应该 老公 我的孩子当然是你的 你忘了上个月8号咱们讲 够了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以后你再敢拿孩子说事 我让你后悔一辈子 走 你干什么 啊你竟然嫌弃我啊 陆月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上次就是因为你 正宇可是整整267个小时 连五分48秒都没有理我 说好多一辈子姐妹的 你竟然嫌弃我 哎行了行了行了 他真不知道你是谁 哎我说大小姐呀 你们俩两口子也太扯了吧 哎这人也睡了 正也领了 现在搞的谁也不认识 你两个就准备一直这样 先拿到故事的合同再说吧 哎呀真是 哎 怎么了哥 谁惹你了 谁惹你了 还不是因为这 这位是我的老公苏准 这 姐你 别跟我听那个女人 哎 郭总 这女人有的事 您等着 我现在就给你交几个漂亮姑娘进来 您随便听啊 喂苏准 我到了 你在哪个房间啊 来来来 给你帮东西来来 郭总 这几位可是妹最漂亮身材最好的美女 你真女 你怎么背叛我 为什么 好好好 我错了 我不该背叛你 啊 不是吧 在这也能遇到她 你可真敬意啊 怀真月还出来接客了 接客 不是啊 她是我 我是真缺钱的 这么做对得起你老公吗 顾总 我确实很缺钱 但这跟对不对得起 我老公有什么关系啊 别试 你老公支持你 怪不得你能看上那个吃软饭的东西 哎 顾总 你虽然是我老板 但你也不能对我碰 对我老公指手画脚吧 对 没资格 发什么神经啊 走走走 我 哎 哎哎 放好啊 我去接个电话 一会就带你回家 听见没有 也是 张冠 顾老夫人 这丫头 还这么见外 你应该喊我奶奶 奶奶 上次喊你回家吃饭 你临时有事走了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啊 奶奶 不好意思啊 上次我身体不太舒服 就把这事给忘了 也没来机跟您说一声 对不起啊 哪里不舒服啊 去不去看医生啊 就是有点肠胃炎 没什么大事 没事就好 虽然你现在年轻 但是啊 还是要注意身体啊 嗯 明天晚上 我举办寿宴 你一定要早点来啊 不是 奶奶 我 又得去 顾承欣要是知道我的身份 不得活撕了我呀 起开我不想见到你 我说了我跟他 起开 放开我 你相信我 别碰我 相信我 别碰我 嗯 人就交给你了啊 嗯 多谢了 走 副总 这是您让我调查 知你老公搜准的资料 喂 奶奶 阿田 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嗯 您爸是大少 亏你还记得 晚上的寿宴 你带陆院一起参加 听到没有 奶奶 那个女人 她是你妻子 顾家的少夫人 嗯 顾总 您的咖啡 顾总你这是 小赚钱 什么 晚上有个宴会 你和我一起去 给你一百万 一百万 真够大 不会是顾老夫人的寿宴 顾老夫人的寿宴 谁会不知道呀 你去不去 顾总 您已婚 参加寿宴这种事 应该是带顾少夫人去吧 你带我一个小秘书去 顾少夫人知道了 会生气吧 陆渊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跟她离婚的 她生气更好 最好能出动离婚 她跟你结婚三年 你就一点留念都没有吗 留念 留念一个为了钱 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 要不是咕噜两个的婚约 你说我能和她结婚 或许她有苦衷吗 与我何干 顾承洁 你还真是个婚礼 顾总 你还真是挺实心肠 你去不去 不好意思 下班时间我不打 her 了 这个女人 欲擒故宗 想把补击 听说顾老夫人把顾少夫人给请了 结果她得来这个会 她得来这个会 那个结婚三年被顾总丢弃在国内的器父 那女人仗着顾老爷子的遗嘱 逼着顾总结婚 结果还不是守了三年的工房 什么顾少夫人 不就是个被卖的工具吧 结婚三年 连自己的老公面都见不到 顾少夫人 还不是顾家门口的看门狗呢 兰姻小姐说的对 那陆渊怎么能配她上顾总 只要我们兰姻小姐 才是顾总的良配 听说顾总这次回国 就是为了和陆渊离婚 然后给我们兰姻小姐 一个盛大的婚礼呢 哎 小姐 这样的盛大婚礼 可一定记得交上我们啊 放心 到时候我会通知阿谦哥哥的 不过 还是得等到陆渊滚出顾家再说 这就是护生前那个心心念念的 陆渊这女人 脸皮还真是厚 拿着婚姻 当交易 丢出陆家 把她卖了三个月 我要是她 早就丢死人了 她竟然还敢大摇大摆地 当做顾少夫人来到这里 真不要脸 还不是贪图顾家的钱 这种女人 也配得上阿谦哥 蓝小姐 她得是你跟顾总最般配 对对对 陆渊给你提鞋都不够 你看什么 老远就听见 有几只鸭子在呱呱乱叫 原来是你们啊 真你 你怎么会出现在顾家的宴会 蓝小姐 你认识这个女人 一个端茶倒水的秘书罢了 现在也敢淘荒 就站在这儿 好啊呢 咱就把这种女人攒出去 反正都是有女婚姻 那还不如吹的 放心 蓝小姐 我没记错的话 这里是顾家 顾家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来指手话 等阿谦哥哥跟陆渊离了婚了 我就会跟阿谦哥结婚 以后我就是顾家的女主人 那还真不好认识 现在 我才是顾家名正言顺的女主人 你 哈哈 詹妮 你在发什么疯 端茶倒水的秘书 顾家的狗子比你更贵 你算什么东西 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顾家少奶奶 陆渊 陆渊 你是陆渊 你是想当顾家少夫人想疯了吧 想疯的是你蓝渊 你的阿谦哥哥可是有老婆的人 你顶多就算了想赛 不 你连想赛都算了 你的阿谦哥哥 可是对你一点意识 詹妮 我跟阿谦哥哥是真心相爱的 你少在这里胡言论语 蓝小姐 有病赶紧去治治吧 那天疯了 你的阿谦哥哥连看你也不愿意 你不用太嘴 一会儿顾伯母来了 我是揭穿你的真面 啊 我好害怕呀 我怕受刺激的人是你 张婷 贱人 我现在就听不懂你教书教书 你这个不知廉恥的贱女人 这是你自证 这是怎么回事 伯母 这个女人 她说是阿谦妹妹的妻子陆渊 我就在跟她说不要让她回来乱语 结果她上来就给我动手 啊我的脸 婆婆 你敢要替我做主啊 陆渊 你又在耍什么花招 真是陆渊 妈 我没有 是她先 够了 赶紧来你道歉 我不用道歉 我没有做主 你说什么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可是老夫人的八十大寿 你敢搞砸了这寿宴 不然你吃不了豆就走 是她先剖我的 我只是在自慰 我没有 我怎么能问这么做 你明明知道自己自导自演 陷害我的 道歉 来人 如愿给我赶出去 怎么回事 妈 姑奶奶 这个心 是陆渊 我只不过是好心提醒她几句 结果她竟然直接对我动手 我的脸 我这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你弄的 你早这么硬气 也不至于我孙子分前 为了这么多阴阴厌厌厌 妈 今天可是您的寿宴 是陆渊 那我这么一出 那牌人的事要给您丢人呢 我看丢人的视频 各位 至于蓝小姐 不管你对我孙子有什么样的感情 劝你都给我收回去 阿谦现在已经结婚了 劳烦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别有什么卧错的心思 蓝小姐 你还是回家收拾收拾你自己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也有什么样的 же 你这衣服怎么湿了 对 白猫就怪 Fore 我去买一套 别人家 脸 免得真了 谢谢奶奶 小妹 好 這應該是客服吧 你誰啊 阿全哥哥 是我藍英 你怎麼弄成這樣啊 阿全哥哥給你別生氣 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 跟別人沒有關係 那你下次小心點 哎是陸淵 陸淵 他還真的來了 今天是顧奶奶的壽宴 來了許多尊貴的客人 他在宴會裡幼稚游和 一點教養都沒有 還到處說 他才是顧家的女主人 讓我們離你都遠一點 顧家女主人 還真是一點自知之明都沒有 阿全哥哥 我就說了他兩句 他就拿大刀打我 我的臉 阿全哥哥 我現在怎麼出去見人呢 他就別見人了 哎 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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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前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說我走錯了 你信嗎 走錯了房間 還順便洗個澡 嘴上說著不要 身體卻很誠實 原來你喜歡玩預期顧縱 顧總 我真沒那個意思 我就是禮服弄髒的 上來衝一下而已 你信嗎 真的顧總你相信我 我要是真有那個意思 我也不會選在這兒啊 而且我聽說顧少夫人回來了 您要不先讓一下 免得顧少夫人生氣 這種情況下 不是更刺激 珍妮 預行顧總玩一次就夠了 再玩就沒意思了 顧總 那個 我婆懷孕了 顧總應該不會想強迫一個孕婦 而且還是 懷了別人孩子的孕婦 珍妮 你有老公懷孕了還出來勾引男人 該遭暴引的人是你吧 顧總 你好像也是有老婆的人吧 現在在這兒跟我就纏不清 也不怕顧少夫人報復 她敢 像她那種 出賣自己出賣婚姻的女人 根本不把她放在眼裡 她出賣婚姻 顧總有何缠不適呢 我和她不一樣 我早就想離婚了 是她一拖再拖 是她早就想跟你離婚了 你說什麼 沒 我 我沒說什麼 她早就想跟我離婚 你怎麼知道的 我 我 我 猜的 她當然不會跟我離婚 像她那種出賣自己 獲得別人錢財的女人 怎麼會捨得放棄顧家少奶奶這個位置 顧總 不是所有人都未領的錢 而且 自裂是一種病 我要不給你找個心理醫生看看 那你 就是知道我的樣子 對 既然那你為了勾引我這麼努力 那我就滿足 欲清故作 没事吧 是你 陆圆 不好意思 你别坐着吧 妈妈 妈妈 父上 这倒没人坐人呗陆圆 那个 咱们改天找时间再聚啊 我今天还有事 先走 等 等下 先走 刚刚明明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 你怎么做成这样 哦我我我礼服弄脏了 所以来换了一下 没事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谢谢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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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上来找你 走错门了 找我有什么事 陈总来了 老婆让你去跟陈总 咱们打个招呼 行 走吧 陈总 你先去吧 我马上回来 快点 把门分锁了 我马上回来 把门分锁了 这一份很适合你 谢谢 这是你的爸爸 我帮你带上 好 谢谢 下面一会刚开始 你先跟我一起去 再去离开 没什么意思 我先回去了 那我送你一起去 没事吧 没事 阿宇 你认识这个女人 她是我大学同学 是吗 坚哥 我送她回家 明天会随你 珍妮 顾总有什么吩咐 你拉下的 是的 顾总 我没有戴过耳环 那可是奶奶 整理的特上啊 大姐 就该回到她待的地方 我需要错过你 才是璽非如此之灯 我需要错过你 我需要错过你 陆渊 这是老夫人给你的吧 你不打算让顾生钱给你扔了 你 你怎么知道 该问的人应该是我吧 顾家少奶奶叫陆渊 你是我大学同学 也叫陆渊 刚好你又出现在顾家 傻子都弄明白怎么回事 可是 你为什么不去用顾生钱呢 他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跟我离婚的 我跟他说这些 还有什么意义啊 不对啊 我不是听他说 要给你补办什么盛大的婚礼吗 不是给我补办的 是给别人举办的 你打算一直买下去啊 走一步看一步吧 谢谢 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你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你好 请问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款式 有的 跟我来 好 麻烦帮我帮起来吧 陆渊 钻石耳环 又拿着阿贤哥哥的钱出来买东西啊 陆渊 你可真不要脸 就你这样的身份 也配他这么拥重呢 蓝姻 我今天没空跟你吵架 把东西滑我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 是顾家少奶奶 告诉你 阿贤哥哥爱的人是我 我才是名正言顺的顾家少奶奶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既然你的阿贤哥哥这么喜欢你 他怎么不娶你 你 把东西还我 我也看上这个耳环了 这套耳环 我要了 蓝小姐 这位小姐已经定了 要不 我说这套耳环我要了你没听到吗 你可想好 这位可是蓝家大小姐 你们的VIP客户 你觉得 就那种破碎的女人 怎么满得起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 您要不 你选一套 我为什么要换 这套耳环是我先看上的 你先看上的就是你的 那我先看上的就是我的吗 如云 不属于你的东西 就别瞎想 因为你不配 包起来 这是我先定的 你凭什么不卖了 男小姐是我们家的VIP 所以很抱歉 所以有钱就可以被优先选择是吧 你们经理呢 我倒要她看 她怎么说 这位小姐 您别再为难我了 我只是个打工的 您别再闹了 而且这里有这么多款式 您可以再换一个 为什么非要这款呢 那这么多款式 你怎么不让她换一个呀 诺云 你有钱吗 你知道这套耳环多对吗 你买得起吗 好好擦亮眼 谁才是真正的机器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 这份儿环怎么不卖呢 你们太过分了 这明明就是我先定的 经理呢 把她叫过来 她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行了个蜜蜜 是不是向着女人能走 突然闹大了 怎么会让你打开 还愣着干嘛呀 还不赶紧把这种球鬼给赶出去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 请你出去 我们这儿不欢迎你 你 去吧 去吧 这种女人本来就是小垃圾一样 发展着步骤 就她也配 她是因为只能是我的 像这条软一样 也只能是我的 你一个凶鬼也敢来这种地方 那不是真你吗 你看我就要进去 athletics 故故城前 阿强哥哥 你怎么来啦 你怎么在这 阿强哥哥我来买东西呢 你看那本环好不好看 阿强哥哥 这个环是不是很好看 我也是为了这个 没有 我就是他 这个贱人刚刚还在跟我抢 说我不佩戴 还说我跟阿晴哥是个狗男女 明明就是这个女人他想 来叶 不能让他乱说 不然补上钱就知道我的身份了 来小姐 这个耳环明明就是我先看上 是你冲出来跟我抢的 阿晴哥哥 我没有 明明就是他抢我的 抱起来 是 阿晴哥哥一定是给我买的 阿晴哥哥 你是买给我的对不对 我就知道 我最好了 哥哥 拿着 给我 阿晴哥哥 你这不是买给我的吗 为什么给这个女人 小哥哥 阿晴哥哥 愣着干嘛 陛下风光 来来来来 孩子 我肚子好疼 我孩子 别怕 我不会让你和孩子出事的 阿晴哥 你没事吧 这个女人 刚刚说什么 她 怎么又是你们俩 这次又怎么了 她怀孕了 刚刚不小心碰了一下 肚子疼 她怀孕了 你怎么还能碰她 你这个做老公的 是怎么回事 上次你就给人家搞得下体撕裂 身体刚好 你又搞得动了胎气 她是你老婆 不是发泄工具 你就不能忍着点 那您赶紧给看看 千万别让孩子出事 行了 你赶紧出去吧 顾总 真是这吧 哥 水溪 你怎么在这人 哥 这应该是我问你的吧 不是 不是我 嫂子 不是吧 哥 嫂子还孕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叫她嫂子 口是心灵的男人 孩子都有了 还不让我叫 行 大夫 人怎么样了 没事 就是动了胎气 这段时间呢 一定要注意休息 千万不能操劳 不能动气 尤其是你 作为老公 前三个月绝对不能同房 不是 就三个月 忍一忍着过去了 现在的年轻人 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么大的需求 哎 哎呦 哥 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怀孕了 你说怎么办啊 难道 她肚子里的孩子 真的是我呢 不管怎么说 她肚子里的孩子 都是你的孩子 是一条生命 你不会这么绝情吧 不要 不要 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这也是你的孩子 过这些 姐你 这真的是我的孩子 是 够了 也好了 伯母 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年她怀孕了 阿晴哥哥肯定不会跟她离婚的 那我怎么办呢 能怀孕你就能流产 只要这个孩子来了 一切都好说了 伯母 你想 那可是阿晴哥哥的孩子 你舍得吗 是个女人就能生孩子 就不是只有她陆约能生 说的对 只要能跟阿晴哥哥在一起 我也能给她生个孩子 杰妮 顾总您叫我 真你还在医院 我去给您准备咖啡吧 不用了 同志陆约 明天上午九点我要 陆成浅 你说什么 你想干什么 来的 您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呀 我还不知道 吴大总裁 这么大个气派 那离婚这么大的事情 说离就离呀 奶奶 回国前我就跟您说了 我这次回来 就是要跟陆远离婚的 是您要阻拦 非要不办什么婚礼 你俩的婚事 是你爷爷在世的时候定的 只要我还活着一天 你就别想离婚 除非那天我死了 不然的话 最败的你都别想离婚 奶奶 我跟陆远根本就没有感情 非要把我跟他绑在一块做什么 再说了 他是为了钱才嫁给我的 你觉得 把我们顾家交给这样一个女 你能放心吗 真不知道爷爷当年是不是老糊涂了 你 你 奶奶 奶奶 快 在这回事 顾总 老太太是气血功心 你让她好好静养 别让她生气 让她保持心情舒畅就好了 我 顾总 是唐总 唐总 是我 陈女 我听说老夫人生病了 我今天刚好出院 所以过来看看 你 陈女 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没想干什么呀 那你来医院做什么 我听说老夫人病了 我不过来看看而已 只是看看 还是想在奶奶面前表现一次 陈女 你以为这样我就能接受吗 接受我 顾总 你会不会想多了 我真的只是来看看老夫人而已 我对你没有别的想法 你以为这样我会相信你 顾总 那 所以你怎么想吧 我 可以走了 你 孩子打算明白 他什么意思 该不会知道什么了吧 顾总 这件事就不劳您费心了 我跟我老公会商量好的 保证不会影响您做 是吗 那我可要恭喜你了 多谢 顾总 陆元 妈 谁是你妈 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 顾夫人 又来多元拉钱哥哥 心不要丢 不予上个人 顾夫人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主缘 你怀孕了是吧 谁的 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肯定不知道在外面勾到哪个哪个生的孩子 借人 顾夫人你放心 孩子不是你的顾家 是什么 我儿子还没跟你离婚呢 你就敢跟外面的男人生孩子 反正都要离婚了 我怀不怀孕 跟你们顾家 也有什么关系 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 你爸当年 三个一迈进顾家 这么多年 又从顾家拿了不少的钱 你竟然敢出轨 哎 我倒不着 身败名裂 顾夫人 您觉得顾成前的妻子 如果这个时候怀孕出轨了别人 对他来说好听 所以我劝您 还是别乱说话 毕竟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子 可顾成前 是顾氏集团的总裁 那大了 对谁都不好 你敢威胁我 我只是 陆远 你再给自己找理由是吧 你以为你这么说 我们就会放过你吗 你这不要脸的贱人 蓝小子 既然你真心喜欢顾成前的话 那你就去争取啊 跟我在这对骂有什么 有这功夫 还不如多去想想怎么勾打顾成前 你在胡说什么 敢做不敢承认啊 你几个子 就在这第一阵里有什么 你怎么办 还没离婚呢 他竟然怀了别的男人的孩子 不行 阿杰 你们必须马上离婚 这种贱人留在我们顾家 迟早是个隐患 怎么会这么小 真有婚 陆渊有婚 难道错了 杰妮怎么可能是陆渊 哼 奶奶 布达总裁 你怎么客气 我这老太婆呀 可担当无期 奶奶 我办公室说的那些话 是我不对 但是 好 我答应你 我和陆渊 暂时不离婚了 阿杰 你说什么呢 阿杰哥哥 你怎么能这样 陆渊带不女人呢 陆渊怎么了 她可是我们顾家的少奶奶 按理说 你应该喊她一声嫂子 阿杰 你要好好带陆渊 你爷爷不会看错了 你知道吗 嗯 我知道了 妈 那陆渊她有什么好的呀 您跟爸非要让阿杰娶她 您知不知道她已经 您知不知道她已经怀 啊 别说了 让奶奶好好休息 你好女生 别干呦不了 休息员 好的 陆渊 陆渊 还真是你啊 陆渊 怎么跟当年还是一样 一点长进都没有 有什么问题吗 自从毕了业以后啊 就再也没见过你 听说你开了个工作室 怎么了 这是最近经意不善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哎呀 都是同学 我看你过得这么差 好心帮你一下了 后天呢 就是同学聚会了 到时候啊 你可一定得来 我呢 再给你介绍几个金主吧了 说不定人家一高兴呢 就给你那破工作室啊 捧点钱 不用了 我过得很好 也不需要偷 这个金主爸爸 还是你自己留着享用的 还是跟当年一样骄傲 陆渊 你说同学们 如果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 会不会觉得很惊讶 当年高高在上的陆家千金小姐 如今沦落成这个样子 这可真是天大的消息 不行 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 告诉同学们 同学们 大消息 你们猜猜我看到谁了 陆渊 我们的校花陆渊 后天同学聚会啊 我们校花呢也参加 同学们呢 可要准备好了 徐薇薇你有病啊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了 怎么 不敢 不敢 那就到时候见 哎 那就 到时候见了 薇薇 你说陆渊来参加我们同学会 真的叫她 人家可是顾家少奶奶 能跟我们一起吃饭 我可听说 顾承前要跟她离婚呢 看来这顾家少奶奶 马上就要预主了 你问啊 是没有看到她那个样子 一脸憔悴 穿了个地摊货 当年以为自己嫁入豪门 就能衣食无忧了 没想到最后 还不是被抛弃了 哈哈 她曾经不可一世的笑话 如今 却落了个 欺负的下场 怎么着 我继续等 哎 行了 不等了 料她也不敢来 谁说我不敢来 这不是我们的豪门大圣男朋友吗 架子可真大呀 让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等着 怎么 你老公没来吗 怎么 你想我老公有事 我们都是同学 你找了个大老板 不得给我们介绍认识认识 你看什么嫁入豪门 都是假的吧 我们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随便推扭 你们是日子过好了 还是钱赚够了 这乌龟掉点咸盐缸 真是把你这群毛骂在原着了 如今你骂谁呢 怎么 你要对他入座 你 不会是我们的笑话 性格还是那么高 不可一世 果然的嫁入豪门就是不一样 跟我们这些靠自己没法比呢 如今 既然你这么厉害 怎么不把你老公叫来 什么豪门老公 陆家早就成了破了户 你们觉得 哪个豪门总裁能看得上他 看看这副鬼样子 恐怕还没我们混得好 我们可是跟故事搭上关系了 志高 听你这么说 明明是顾总啊 当然了 我们家志高啊 跟故事有合作 而且呢 跟顾总 更是一见如故 真的呀志高 故事可是早上商业龙口 你这搭上了故事 就是搭上了直升机啊 这以后飞黄从达了 快别帮我们这些老公学呀 嗨 好说好说 陆远 你笑什么 赵志高 你真的跟故事有合作吗 当然 会展中心这个项目 就是我和故事一起合作的 跟你说了 听不懂 你是不屑跟我说 还是不敢说 陆远 什么意思 我怎么不知道 会展中心那个项目 跟你们赵家 有任何关系 陆远 你还想装到什么时候啊 真把自己当少奶奶了 连故事集团内部的事情都知道 嗯 不错 我现在 就是顾家 陆远 就凭你 顾家少奶奶 你还真会做梦 梦里什么都有是吧 果然 脸皮厚的人 吹牛豆底下 陆远 既然你说你是顾家少奶奶 那你给顾总打了电话 让我们听听 对啊 当是我们大家一面 打个电话 你打什么电话呀 他敢吗 陆远 赶紧想一下 一会儿搬车了 该怎么解释吧 你们让我打我就敢 不敢了吧 陆远啊 我就知道你不敢 什么顾家少奶奶 都是你吃牛的吧 你好 小师傅 小师傅 你不是说你认识过这个简单吗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呀 顾总这个时间再吃饭 不方便 你是不方便的 还是根本没有电话呀 志高 哪都胆了 你刚过总是好朋友 你不电话问候一下 志高 这不会吹牛皮的人 是不可能的 志高把赵氏做的风生水起 应该不会吹这种 这可说不准 打吧 顾总的联系方式 在另一个手机上 志高 那你那个手机呢 拿出来打 说了没拿 那个联系方式 在另一个手机上 改天再打 哦 陆远 你不是顾总的妻子吗 有本事这个电话你来打呀 好啊 老公 你又在搞什么 老公 我现在在荣华酒店 参与通知病会呢 我这些同学啊 都想认识认识你 所以特意让我给你 正好 我也在荣华酒店 你 你 不会这么巧吧 顾总也在这 那不如 请他一起过来 是吧 是很巧 陈远 到底想干什么 那那个 我 要不会这么巧吧 顾总 你老婆也在这 不如一起吃饭 陈远你有病啊 把手机还我 那你还给我 谁啊 谁让你进来 顾 顾总 顾正前 你 你怎么 刚碰见的朋友 还了点 啊 大家好 我是顾成贤 顾总 你不会真在 顾总你好 顾总大驾光临 真的是让我们 蓬佩生辉呢 苏玉宁 别吃东西 难道他知道 我的事了吗 顾总 我们刚刚还在说 你年轻有为呢 对了 志高说 跟你有个合作 没想到 还有这层缘分在呢 合作 顾总你好 我是赵氏的赵志高 之前跟你有过一面之缘 赵氏 我怎么不记得赵氏和故事 是 是卫展重新那个项目 卫展重新 赵氏不是第一轮就讨败了 哪来的合作 哎呀 志高 你这个吹牛皮的毛病 还是改不掉啊 可不得 我们还真的以为 赵氏和故事有不合作 没想到 都是春 哎 我有点不舒服 我先走了 等一下 你还想怎么样 我有点 陆渊 好样的 想让 还得说我们陆 不少夫人 不少夫人 你打人有大量 多多海含我们 让他喝 他喝不了酒 我帮他喝 哟 这是有了 我 顾总 见到您是我们的荣幸 以后 偷偷关照 我们走 走 我们走 走 跟我说 不过 徐薇薇 你搞什么 你没事把陆渊这个女人 弄起来干什么 现在好了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哪知道陆渊 嫁进顾下了 没想到 这个女人竟然这么有手段 竟然能搞定固承喜 以后 你跟陆渊搞好关系 以后你会用得着的 你让我跟陆渊示好 你又不是不示好 大学就跟他不对付 让我向他低头 太惊人了 花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觉得丢人呢 刚刚 谢谢啊 顾 顾总 你想干嘛 老公 啊 珍妮 您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竟然敢在外面 打着我妻子的旗号 顾城姐 你要是知道我就是你的妻子 你得有多惊讶 抱歉顾总 我只是一时昏了头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是一时昏了头 还是蓄谋已久 什么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 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 你一步一步靠近我 为的只是当我的助理吗 陈妮 你的目的 顾总 你想多了 其实那天晚上的事情 我给你解释过很多次了 那就是一个意外 所以还请您当没发声过 至于做您的秘书 那天 我是来公司找您谈合作的 但是陈总监硬要拉我去面试 我就一差强错的 只能不能念书 你的意思是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不敢不敢 能在顾总身边工作 是我的荣幸 看什么看 开车 伯母 阿建哥哥能到真的不跟陈妮离婚了 好敢 可是姑奶奶 这个老太婆 她管什么用 阿建是我的儿子 我说了算 这个老太婆 她已经老糊涂了 伯母 那我 我跟阿建哥哥 可不可以在一起 丫头 你是伯母看着长大的 你的心思 伯母是知道的 这样 如果阿建他们离婚了 我跟你保证 一定是阿建 多谢伯母 哈哈哈哈 不过 就是陈妍肚子里那孩子 那个孩子怎么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我看那个贱人 说的不像火花 万一他肚子里那孩子是阿钱的 这事就 宁可杀错 不能放过 陈妍 怎么 又赶着现殷勤呢 我来看望我奶奶 这也叫现殷勤 当时你啊 蓝小姐 第一次见这么上赶着当小孙 基于这别人的老公 是不是很着急啊 陈妍你 得得得 你也别着急 着急也没用 你再着急啊 你的阿钱哥哥也不会娶你的 陈妍 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 要不是顾爷爷 你以为你能嫁给阿钱哥哥 阿钱哥哥根本就不喜欢你 嗯 对啊 我就是一无是处 可偏偏你的阿钱哥哥他就是娶了我 嘿 着急吧 没办法吧 嘿嘿 这次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陈妍 陈妍 不是我 不是我 阿钱哥哥 不怪他 是我自己不小心的 陈妍 我没有 陈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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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相信这个事不是你做的 你相信我 因为你不是那种人 况且你跟蓝小姐也没有什么冲突 这件事对你没什么好处 你真的相信我 放心 我相信顾总也会相信你的 刚才只不是太着急 毕竟蓝小姐身份特殊嘛 毕竟蓝小姐身份特殊嘛 所以她才特别着急 多谢 陈妍 我女儿怎么样了 你女儿目前来看 这个脊椎受死严重 可能有终身残疾 什么 我们目前的医疗水平还达不到那种 医生 医生 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我 女儿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好了啊 你为了医生 就是你这个变女人 我丢大死你 我丢大死你 我要抓你 我要抓你 我抓你 我要抓你 我要抓你 够了够好了 够了够好了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我们得先想想 女儿怎么办 什么办 什么办 人家好可怜啊 你也还这么小 这一辈子就可以 这一根据抓紧 就是这个女人 害了爷爷 报警 报警 这件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不能确定就是珍妮干的 是她干的 是谁干的 难道是爷爷自己拽造的 用了自己的骗 是减害她吗 我相信 不是这女人 你相信 是因为她是你的秘书吗 不成千 和爷爷从小和你一起成了 她对你的情意 你一清二楚 现在都已经成了废人了 你还想到外人说话 你对得起 爷爷吗 真的不是我做的 你都怪 你们都怪 郭政杰 你真的相信不是我做的 你的目的只有钱 只要能拿到钱就够了 你和兰因并没有某种关系 只是因为这个 所以 在你心里我是这样的 你还有别的目的 顾成千 我放弃 放弃我这个大客户 我放弃的 是我们这段婚姻 顾成千 这次真的要跟你说在这 这次真的要跟你说在这 杨头 你确定跟阿杰离婚 奶奶 我跟顾成千 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他爱的人不是我 而且 而且我也有了爱的人 我 快换了他的孩子 什么 对不起啊 奶奶 是我对不起 不成千 我还辜负了 您的信任 对不起 傻丫头 你是不是因为兰因 不是 我 我只是觉得我们两个再这样下去是互相耽误 他想离婚 我也有自己喜欢的人 所以 离婚对我们俩来说 都是最好的选择 既然你一定决定了 我也不强求 不过 不管你跟阿杰在不在一起 你都是我的孙女 以后不管你都什么困难 都可以找我 谢谢奶奶 好好的 你这什么情况 你脑子有问题吗 早说到当年就不应该让你嫁进顾家 这三年来 你没为这个家做出什么贡献 还白白 这人给睡了 除了惹祸 你还能干什么 我就说当初应该让我去嫁你们都不愿意 要是当初嫁进顾家的是我 我们陆家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吧 我已经决定 水片也没有用 志果 志果 快 小心 陆渊 陆渊 这可是你自己放弃的 顾总您好 我是陆渊 陆渊 顾总 你就是陆渊 顾总请坐 说吧 你要找我说什么 我们毕竟是夫妻嘛 三年来总该见一面不是吗 之前约你很多次你都不肯出来 这次这么主动约我见面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之前是因为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今天约你出来是想好好聊一聊 是这样的顾总 之前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没有见过我 我想我们可以彼此了解一下 如果你还是对我没兴趣 我们在里面好不好 陆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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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还跑去和奶奶告状 今天又说和我再结束结束 陆渊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是的顾总 昨天是我弗乱说的我后悔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看来还是我对你们陆家太仁慈了 才会让你们一步步得寸进去 不是的顾总 我 离婚协议我会让助理呗 我们以后就不要怎么样 顾总 你相信我我没有别的目的 我只是 我只是有点喜欢上你了 我不想跟你离婚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陆渊 为了钱 你还真是什么都能喝 不是的 我不是为了钱 我是真的喜欢你 说吧 这次陆正国准备把你卖到什么家了 卖 不是不是 不是我爸让我来的 是我自愿的 我心甘情愿的 是吗 那我倒要亲自问问陆正国这个老东西 走 顾总大驾光临 要吃烟银 开包太阪了 陆总 客套的话就主必说了 陆总有什么需求 直接说的 免得让陆家大小姐 一次次试她 试她 佳总 你是想顾总困人 小小 顾总 这是我二女儿 陆香香 她是不是小小的 那 你 妈妈 顾总来了 这 十楼 顾总 顾总 你放开我 Jenny 我应该喊你是Jenny 还是喊你老婆 还有意义 反正我们已经要离婚了 我试试 重要 不重要吗 既然你已经心里有了兰姻小姐 那我这个妻赶紧退场 也好给你腾出空间 陆元 你明知道我和兰姻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 那是什么关系 你已经要给人家一场盛大的婚礼了 这还不够深情吗 我什么时候说要给兰姻一场婚礼 我 我已经有别人了 别人 顾长前 结婚三年 你消失三年 你该不会以为我还在等着你吧 既然要离婚了 我也不瞒你了 我已经找到真爱了 他对我很好 很体贴我 马上 我们也会有自己的保 所以我们两个 以后各自安好 互相往来吧 顾长前 你都疼我了 你都看 陆元 耍我有意思吗 我没有耍你 胡怡用珍妮的名字接近我 又是装狮子女 又是做我的秘书 永远 你在报复我 狮子女 所以这段时间你一直都把我当成 顾长前 你应该好好反省发现你自己 自己的老婆都不认识 还把我当成外申女 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 那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送上门来 你在笑话我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是来找你谈合作的 你脑子一天到晚到在想什么 杜总 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 从一开始就是错 你为什么不解释 我一直在解释 你给给我机会吗 而且就算我说对了 以你的性子 如果不是事实摆在能源前 你会信吗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 反正我们要离婚了 你说这些也没有 离婚 顾长前 一开始就是你要说离婚的 现在我同意了 我成全你 你还要怎么样 陆渊 你何必明知顾问 我早就对你 什么人 顾总 陆渊 你迫不及待的离婚就是因为她 你的新婚就是傅子月 是 很好 顾长前 你有病 让开 既然又分开 就好聚好散 事情闹得才难看 对谁都不好 你在教训我 我只是好心胜劝 离婚 想都别想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还能是什么 肯定是陆渊这个剑 在那边勾线 大肆被顾总发现 等着吧 你顾总的性子 绝对不 小月 你和顾总 什么关系都没有 其实我知道 你就是顾总的妻子 马上就要成为前妻了 可是你肚子里的孩子 她不知道吗 单亲妈妈 也能把孩子照顾得很好 小月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虽然这些年 我都在国外 但是我的心 一直在你身上 如果 你会给我一个机会 照顾你们母子吗 紫月 我对你 一直都是朋友之间的友情 没有其他的感情 没关系 对不起小月 刚刚吓到你了 但是我是真心实意的 我想给你和孩子一个家 可以吗 紫月 对不起 我明白了 但是我不会放弃她 小月 我会让你 妈 阿谦哥一次都没来看过我吗 她呀 把全身心都放在那个陆燕身上了 陆燕这个贱 你怎么总是一会儿都不散啊 你都拿我的命去拨一拨了 我怎么还是输给了她 还凭什么 这个女人呢 她非常有手段 一边呢 在顾总跟前啊 当秘书 另一边呢 又去上顾夫人呢 说什么要离婚 这一冷一热 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啊 果然不简单 看来得用些喊招了 金燕啊 你想干什么 你可不能办傻事啊 上次你摔断了腿 为了陷害她 好歹没有什么事 要是有啥事了 我和你爸死的心都有了 你看 我这不还好好的吗 那楼梯才多高啊 顶多磕破点皮 只是我没想到我都这样了 阿显哥竟然还袒护那个女人 原来这一切都是蓝燕计划好的 我得赶紧告诉我哥去 哥 哥 沈拉 你最好有车 蓝 蓝燕她 蓝燕她 蓝燕怎么了 她没有瘫痪 她都是装的 她就是为了陷害嫂子 你说什么 蓝燕没有瘫痪 对 都是她策划的 她本来是想把你肚子的孩子给留掉 后来是想陷害你 就是为了让你离开我哥 蛇活里总会露出尾巴的 那也得给点刺激才行 陆燕我 郭总 我还有工作要忙 我先出去 陆燕 除了工作 我们就不能聊聊别的吗 顾总 除了工作 我们还有别的可聊的 离婚协议 我会让律师给你的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看看蓝小姐 伤得怎么样了 黄鼠狼给击败你 没人好心 好心 这话应该形容的是你自己吧 你勾管 蓝小姐 其实我挺佩服你 拿着自己的生命做诱饵 就是为了陷害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还以为蓝小姐 是个敢做敢当的 没想到 是个只敢做不敢认的担心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为了得到顾成钱 你自己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然后陷害我 说是我推的你 结果顾成钱不相信了 从你住院到现在 她一次都没有来看过 蓝莹 你不觉得自己现在很可怜吗 陆月 明明是你推的我 我才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行了吧蓝莹 这个屋里只有咱们两个人 你还装什么呀 那天是你拉着我的手 也是你自己甩开的 我根本就没有推过你 看来 你对顾成钱的感情 也不过如此 我还以为你会为了她 赴汤挡火 结果连这点事都不敢承认 谁是我不敢承认的 我 承认 承认 我没做过我有什么好承认的 是吗 那你这两条腿 是真的瘫痪了 还不是因为你 是你害得我一辈子瘫痪 陆月 我恨你一辈子 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 我还能被人名字一辈子 不过我最近听说了一个偏方 有人说呀 这个下肢瘫痪是一时的 也有可能是梦错 我就在想 蓝小姐会不会 也是一种 所以我就去拜访那位大师 大师呢 给了我一个这个东西 他说只要是不是瘫痪 试一试就能 你这是什么 高浓度瘤酸 瘤酸 我觉得吧 大师说的很对 你是不是瘫痪 咱们试一试 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 陆月 你别乱来 我告诉你 我要喊人了 救命啊 来人啊 有人要杀人了 别喊 反正你已经没有知觉了 就算这瘫瘤酸 能腐蚀你的皮肉 让你的骨头都融化定 你也感觉不到呀 对吧 哎呀 大师说的真对 你真的好了 你满意了吧 陆月 是 我是没有瘫痪 可那要怎么样呢 谁要我不说 谁又能知道呢 陆月 这可是你自找的 你想干什么 陆月拿着瘤酸 找来人报仇 结果恶有恶报 自己却被瘤酸破了一脸 哈哈哈哈 你觉得这个说法 可行度高吗 你想杀我 我不想杀你 我想毁了你 哈哈哈哈 等我毁了你这张脸 看你拿什么跟我扔 哎 你 你怎么 不好意思 纯净的矿泉水 你别过来 哎呀 你把刀放下 以后我们好好说 阿杰哥哥 是不是你跟这个贱人 一起设交好了是吗 安妍 你先把刀放下 别激动 我们这么做 只是不想让你一错再错 放屁 我没错 好 好 你没有错 我那么爱你 阿杰哥哥 我爱了你十年 你为什么就看不到我 他就是个渣男 你闭嘴 是不是因为这个女人 是不是因为他 哎 你期待你冷静点 你别乱来啊 南依 我没有不喜欢你 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看待 这和其他人没有关系 和陆远更是没有关系 不可能 都是因为这个女人 如果没有他 安钱哥哥 你会跟我在一起吗 会会会 我跟陆生前 马上就离婚了 等我们离婚 你们就能在一起了 他心里一直是有你的 只不过有时候陷入误区 分不清事实 闭嘴 安逸 我没有不喜欢你 我其实 你别怪我 你别怪我 我要杀了你 放开我 你没事吧 陆远 我不会放过你呢 陆远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想 警察会处理的 是 带走 阿杰哥哥 这么绝情了 他可是因为喜欢你 才变成这样吧 那 选择原谅 你可真烂气 哎呦 老头 你没事吧 你怎么到哪里也不知道躲 不要命了 走走走 那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老婆受到伤害吧 谁是你老婆 你啊 我已经决定跟你离婚了 你以后 别乱喊 离婚 离什么婚 我可没个东西 耍无赖是吧 顾成千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脸皮这么厚 那是因为 你没有用心好好认识我 那你的意思是 你用心好好认识我的 把我当失足女的那种 老婆 别走 你说得对 是我太肤浅 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猜测别人 这是个问题 但我保证 绝对不会再有以后了 别别别别 我可不敢怪你不大总裁 老婆 之前是我误会你了 我再次跟你道歉 如果你不愿意原谅我 那你想怎样 我就怎样 我还可以给你跪 顾成千 你干嘛呀 老婆 之前是我做的不对 我不知道要怎样 才能取得你的原谅 但是 请你相信我 这一段时间的相处 我对你的真心 身份可以弄错 但真心不会 我 我真的爱上你了 顾成千 你不觉得 你思绪说这个话 真的很搞笑 再给我一次机会 老婆 之前是误会 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有这样的事 否则我不得好 老婆 我发誓 以后一定好好对你 所以 重新验识一下 我是你的老公 顾成千 顾成千 你离我远一点 你都活开 这样够不够 这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你在这发什么呢 你 老婆 我做这么多 都是因为我爱你 为了能够让你原谅 为了能继续这段婚姻 为了 为了能拥有我们的未来 所以 你不离婚好不好 懒惰 懒惰 这次 你不离婚好不好 这次 老婆 太扯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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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